有信心橋 thrust 上面形狀 左左右就沒有的 街的左手 剛才提到兩宗罪 多士扣分 罗宋汤扣分 蛋又怎样呢 蛋又多话说 我们不去一间茶餐厅 不光顺过他 或者光顺过他一次 一次是足够的 以后都不光顺他 即是有很多可能的原因 可能是几个原因 可能是一个原因 即是有个checklist checklist里面是包括了什么呢 一定有几样东西 那个surface 又去炭冷气 那个surface 好热 那个食物 那个座位的安排 舒不舒服 sitting 那个厨师的culinary skill 烹饪技巧 这个食物煮得漂亮不漂亮 可能还有个location 那个location方不方便 就算不是top of the list 都是一二 即是first or second spot 就是那个食物 那个性价比 a price 那个食物 是吧 而食物呢 应该就是 top spot 或者是second spot 的 因为at the end of the day a1个是一个dining experience 你进去想吃东西 好热 走到360 炸地买东西走一走 但是如果你问我 我觉得蛋是很重要的 你看它的蛋 我一看我就知道 它是 即是那只不是即叫即蒸 所以不是即叫即蒸 所以不是即叫即蒸 煎蛋 Fried egg 它应该是煎了 摊凍了 一段时间 看一出 如果那只蛋 那只蛋是cooked to perfection 你已经可以拿回很多分 虽然是只有五粒 那只蛋是cooked to perfection 那只蛋是cooked to perfection 像豆丁那麽大 那些肉粒 午餐肉粒 但是 一见到太阳蛋 Sunny side up 已经是 You are in forgiving mode 你已经是原谅它了 我会的 是吧 你见到太阳蛋 那个蛋黄 太阳出来了 好似想 想 想什么 想想决堤而出 是吧 好似某个 舌虹那样 想爆出来 那一刻 你拿个叉 轻轻的 刺一刺它 就擠流出来 spill 不要说擠 不是squirt 是spill out 哇 那真是一个 Culinary Delight 一个Pleasure 那是一个快感来的 我会接受 OK no complaint no grievance 无怨言 41元 吃得开心 现在不是 我中暑了 我现在要进去 71 71 71 不会赶我走 为何不 71 好 好 好 冷气 这个叫做角色的 角色的气水 拍着它 就这样说 我还有些 还没有说 这位仁兄 这位仁兄 这位虎主 我真是同情他 不过我相信他以后 不会光顺这家 那一家 那一家叫 once bitten twice shine 一只要被蛇咬 十年就怕草生 其实无论你41元 好 或者是21元 好 你那些食物都要是好的食物 不是好像那些pix 或者那些好像猪哨 哨水 那样的嘛 还有大家觉不觉得 那碗其实是很小的碗 就算好像图片那样的 portion的料 你都不会亏本啦 那些食材来的嘛 食材是贵 但不是说不会贵到 就是会 bankrupt you 不用那么mean 不用那么刻薄的嘛 最后这节 我讲那些 网民的comments 很多网民是这样认为 那些肉粒的份量就太少了 就是我觉得 不要说欺骗性了 日然收庭 就是在这里侮辱你 You are sucker 跟着这个网民呢 我不知道他讲什么 摆盘的东西 我打完出来 其实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摆盘的东西 少是很正常 我不知道他讲什么 什么叫摆盘 好 那我就skip了它 好 这位呢 我是disagree的 我是不同意他 他说呢 图片是子宫参考的 所以你 你不要 你不要信我图片 那就是 他那些东西不跟图片 他都合理的 他可以这样做 disagree的 因为你的图片 你让我参考嘛 但你不可以是misleading的 你不可以是引渡错误的 对不对 好了 那这位网民呢 我都说得很对 他说那些lunch and meat 这些午餐肉 是些便宜的东西来的 为什么要给那么少人呢 你给多些 你不用死的 为什么现在茶餐厅 沦落到这样 spot on 一语中的 说得对 这句我有共鸣 i tell you what it resonates with me 即是现在香港那个营商环境 是那么恶劣 是那么treacherous 就算那间茶餐厅 是做到最好 都未必顶得住 都可能要倒闭 你这样去underfit 我不可以说你骗他 喂不饱那些paying customer 那你都过意不去 你怎么survive 你一定会 better 我肯定 you will be driven out of business 所以你现在做食肆 你不可以cut corners 你不可以rip off customer 好了 最后这位网民 这个网民呢 我很反感 他说你不喜欢就不要吃 每天都是这样的 你第一次出街吃饭 我现在就要告诉你 我现在要问你 你是不是第一天出街吃饭 你这样说 当然不是每天都是这样 你什么事啊 香港的茶餐厅这么多 忧性劣败 立干见影 you are spoiled for choice 这间不好 我给你骗一次 我就去第二间 你真的这样说也有 什么叫每天都是这样 说完 所以如果你做安街街头 走到街尾 其实你一定 你一定 identify 到哪一间 好 好 好